有用户留言问我说怎么挑选好的开发商 为此我还特意在群里调查了一番 有人说他就自己挑自己听说过的买 没听说过的肯定没有名气 盖的房子不会好 有的说他就挑那个广告打的好的 广告打的越响亮肯定质量越好 还有的说他就看那售楼处盖的好不好 因为售楼处盖的好 说明这家开发商有钱肯定不愁资金 其实这些想法都犯了一个认知错误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真正董行的人他不会光看这些面子工程的 很多开发商也是抓住了大家这种心理 故意花重金打造福利堂皇的售楼处 往往也是售楼处建的越漂亮越豪华 房子卖的越快 但这些都是开发商的营销手段 很多人会发现最后验收的房子 和当初在售楼处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质量都打了折扣 那咱们老百姓想要挑选良心开发商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怎么避免掉到开发商的坑里呢 我总结了几点 首先优选大的开发商 大开发商的品牌实力和房屋质量都会更有保障 出现烂尾跑路的概率会很小 那什么样的开发商算大开发商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在网上搜一下开发商的排名的 排名前几的一般都是业内的老大哥 第二呢看口碑 口碑好不好是需要时间来积电的 开发商要想积攒良好的口碑 一定是需要长期在各方面保持良好表现的 我们可以上网直接搜索开发商的名字 看看有多少维权的帖子 一般大家都说好的可能就相对不错 第三呢加入业主群 房子质量到底好不好 住起来舒不舒服 肯定是住过的人最有繁衍权 所以我们尽早的加入这些业主群 能够得到最真实的反馈 第四实地考察 我们买房不能光看沙盘和售楼处 还是要实地去走走的 虽然有的气房还没有盖好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边的配套设施 是不是真的向开发商宣传的那么齐全 有没有忽悠咋